西貢大浪四彎一字排開與世無爭 但幾年前被譽為香港後花園的西彎 被老年城隔起豪宅歎世界 接下來距離1.5公里的鹹田灣都可能會 西貢大浪灣又失守 漁護高官新建五屋 上個月向城規會入址申請建丁屋的 是他和小的家人打算在鹹田 來沙灘不足100米的官地 建五棟三層高的屋 佔地幾千尺 是大浪村原居民的他 在申請書附入幾百字的英文信 信入面就說五代都住在那裏 自己都是鄉村長大 小時候因為條村欠缺醫院學校等設施 一家人沒選擇之下才出城市賺食 現在好想搬回來 不想這裏變鬼神 這裏做的人住的 其中一個是否以前做完護署 不是,是小時候中屋 你小時候都看著他大 是啊 即是住了四五代 是啊,很多人都住 雖然幾代住在這裏兼有丁拳 但村民說沒聽過 有人成功在三層丁屋 現在你看到那裏都不見有的 一是九屋翻身 是啊 真的有聽過 老年城那裏都是九屋翻身 是啊 也不是三層 其實鹹田村是一級歷史村莊 屬鹹田考古遺跡範圍 經常勝住在這裏的只有四名人 住在一層高的平房 附近都是CA、SSSI和郊野公園 假日那時都有不少行山人士經過的 挺熱鬧的 李小民就說 因為那裏景色漂亮 丁屋分分鐘賣到豪宅的價錢 竟今次會開了先禮 如果看了你的話 我突然問你第一次在官員看 為甚麼 你得丁屋不行 所以就是 把拳頭打開了 我可以整一下 如果他申請成功 你會不會都跟著申請 如果會當然會 我知是 即是他起了提醒我們有機會 有機會有氣 都可以教我們 李小民又質疑 大規模建屋的原因 家屋經過 立即大小小 是一個 警察明顯是有用心的